那么了解了这一个功率调整的部分呢 我们再来看看这一个积木 这个积木的右手边呢 输出为多少 这是一个数值 那所以你怎么知道这个数值可以是多大 我们上一个积木用的是数位控制 那数位控制只有高电位低电位两种状态 0或1 有电或没电 那在这边呢 他给的是一个数字 那这个数字到底可以填多少 诶 正的可不可以 负的可不可以 500可不可以 1000可不可以 那0.2有小数的可不可以 负的10可不可以 这个都不知道对不对 那这个不知道要去哪里查 通常我们会去找UNO 就是QNO的规格书 规格书 通常规格书里面会讲 这一个数字可以是多大 就是它的数位模拟类比的部分的PWM的输出 它的数字可以从多少到多少 它会有一个范围 那这个范围呢 那这个范围呢是由QNO上面的这个类比转数位 类比转数位的那个晶片 它的晶度就是解析度的能力所决定的 那在UNO上面呢 它是2的8次方 8位元的晶片 那么所以呢 它的解析度是256 那换句话说 这里的数字就可以从0到255 256总数字 0到255 那中间的小数点可不可以 那负数可不可以 那就要看这个积木 当初在做这个积木的时候 在背后写这个积木的人 他有没有把小数的部分做处理 或者是说有没有把负数的部分做处理 那这个到如果你不知道它到底怎么写的 那我们等一下可以从你测试这些数字的过程中去了解 如果它有一个很规律的变化 那就表示这是有被设计在里面 比如说小数他可能有把它整处化 不管是四捨五入还是用其他的方式 那如果如果负数的呈现也有一个规律 那表示他有把它写进去 那如果没有一个规律 看不出规律 那表示负数是不行 那这个部分可以去查规格书 或是从自己的这个测试中去了解 那所以呢 这个部分各位可以试试看 那么刚刚有讲 这个UNO上面会有这样的一个 迫折号 迫折号那就表示这个地方呢 是可以做功率控制的 那所以将来有一天你想要去控制 马达的功率 控制LED的功率 控制什么的功率的时候 让他有那个明暗变化功率输出大小的变化的时候 你的接角就必须使用这几只接角 那在我们的QNOW上面呢 因为你的RGB LED 他已经固定接在90、11 那所以待会我们就会使用90、11来做 好 好那 这边呢就有跟各位提到了 刚刚我们讲的 使用8bit的精度转换IC 所以2的8次方是256 数字就从0到255 那0呢就是没有输出的意思 就是没有输出的意思 那255就是最大功率输出 所以从0到255中间的数字都可以使用 那么请同学呢 把你的QNOW连接到QBLOCK上面 好连接一下 然后请你测试一下 这些数字是不是对的 好那 你的使用的角位是 90、11 90、11 好请各位同学 测试一下 然后看看是不是有这样的现象 不同的数字是不是有不同的亮度 然后是不是数字越大越亮 或是数字越小越亮 有没有规律 然后请你再测一下 负数 可不可以 小数 可不可以 等一下我们做一下讨论 那我们人类呢 刚刚有讲一个叫数位一个叫类比 对不对 数位你们上次都已经了解了 它是 不是对的就是错的 不是有电就是没电 这是电脑里面的讯号的传输的方式 那 人类呢 并不是数位的方式 人类是用类比的方式 那所以 比如说你 打了同学一下 那这个你可以用3分的力气 你可以用7分的力气 你也可以用5.5分的力气 那这个叫做类比 那在 我们的Qeno里面 它事实上它在传输电压的时候 它可以传0.1V 它也可以传 3.2V 也可以传5V 那这个就是属于类比的控制 PWM的控制 那如果你是用上一个我们叫的积木 他只能传高电位或低电位 那这个就是属于类比的控制 好请各位 来做一下实验 确认一下刚刚我们讲的 不同的数字是不是有不同的亮度 请你找出它的规律